那么其实随着这个悉尼和墨尔本这几年的这个人口快速增长啊 我发现这个公寓楼是盖的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质量的问题也是频频出现 那么首席你认为现在这个公寓楼都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质量问题呢 从目前状况来看最常见的会出现一些隔音效果非常差了 然后呢也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一些漏水 尤其是一些比较比较低的层的这些公寓楼 包括甚至一些新造的townhouse都有这样的问题 确实我发现这个漏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前段时间这个墨尔本下大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朋友圈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画面中确实看出了这个外面下暴雨 家里下大雨的这个心酸啊 其实很多普通人呢在这个验房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联系到了墨尔本一个专业的验房机构的验房师Michael先生 来和我们讲一讲啊 在验房时那些质量问题是住户难以发掘的 其实啊买房前这个验房啊是一定要的 而且是务处的权利 但是很多华人他没有这个意识啊 因为验房呢我们一般验的东西很复杂的 就是我们会带专业的工具过去 我们会测墙面的垂直 地面的水平 墙体里面有没有白椅啊 管道有没有泄漏啊 有没有这个漏雨的现象啊 等等的 还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 那在您的工作经历中近几年的这个公寓楼新房的这个质量有没有跟前几年比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公寓现在你说的质量问题呢 往往是用材用料 就是说现在precast panel就是预制版房比较多 就是以前呢是纯钢筋混凝土浇灌 叫做结构房 现在呢用的预制房比较多 预制房它的理论上它是说抗震等级更好 但是实际上它的厚度啊 它的抗压性它的硬度其实都很差 都没有之前设定的那么坚固啊 它的隔音啊隔热效果都很差 那么首席你认为就是这几年这个澳洲的这些公寓楼 它频频出现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呢 是这个开发商还是说这个建筑工队有问题呢 这些公寓房的质量如果直接追寻 最直接的导致质量不佳的原因的话呢 责任当然首先会看到了开发商和建筑商 因为这些开发商和建筑商呢 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偷工减量或者降低成本 而且这种现象尤其多建于一些小型的开发项目 一些小型的公寓啊 或者一些小型的连排别墅 他们的开发商本身经验也不是特别的足 这是其一 其二呢因为开发商经验不足 再加上开发的整个的费用的预估和成本 也不是特别的高 他们为了降低成本呢 寻找了一些比较便宜的建筑商 这些建筑商因为便宜 所以不得不采用更加廉价的一些材质 或者呢也是技能水平不高 这个是一个职业原因 但在这背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在于说过去几年当中 大量的公寓房 这个特别多建于公寓房 他们的主要买家是一些海外投资者 他们第一可能买的时候 根本就不在澳洲境内 也不来看这个公寓房 第二呢 他们买这个公寓房作为投资 核心是把它租出去 他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居住环境 或者细节的质量 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 或者推动了这些建筑商和开发商 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不是特别讲究 我们说到大量是一个发达国家 大家觉得可能标准比较高 或者监督力度比较大 是澳大利亚在监督和监督的标准上 是力度比较大 而且能够保证绝大多数的规范 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 但是在建筑质量本身的这个硬件标准上 显得不是那么的高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而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我们知道全澳尤其是一些大城市 大量的高密度住宅 尤其是公寓房项目上的很快 这个和过去有所不一样 澳大利亚在历史上的传统上 并没有那么多的 应该说大型的公寓的建造的经验 使得一些开发商的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直接导致整个的工程质量都有所下降 那我就很好奇啊 就是首席刚刚也说了 这个澳大利亚是一个法治非常完善的国家 但是政府为什么会允许这些 就是没有资质的这些builder 去参与这个建设高楼的这个项目呢 应该说 我要就是你这个说法 他们不是没有资质的builder 但是呢整个的builder的资质 和整个的建造的标准 应该来说有一些偏低了 因为这个标准只能够保证一个最低的底线 而且呢各个州呢对于公寓建造的标准还都不一样 有些州呢因为历史上不怎么建公寓 它对于公寓的标准是比较简单的 甚至整个澳大利亚因为在历史上公寓的建造都不是那么的多 因此在过去的五到十年的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些应该说是规则跟不上市场的步伐 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 当然了目前来说呢 包括像维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呢都出现了一些更改的 或者比较快速的更改这些公寓的建造标准 那么应该说这一次的欧普陶尔的这件事情 也应该能够促进各个州呢 在建筑规范上呢能够更加严谨一些 更加的严格一些 能够呢给大家提供更好质量的这样的一些建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